我最喜歡吃烤肉了 不管是中秋節的烤肉片 還是夜市的烤雞腿 我都愛 今天就來做一個 我特調的水果烤肉醬吧 歡迎收看克里斯山座 我是Chris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本節目由蒜蒜吾贊助播出 蒜頭是最重要的辛香料之一 我們一天三餐幾乎有兩餐就要用到蒜頭 炒菜沒有放蒜頭就等於沒有靈魂啊 但是咧 每次剝蒜頭切蒜頭 手上總是會沾到蒜頭味 切好的蒜頭放冰箱頂多放一個禮拜 想要隨時都來點蒜頭又要方便 該怎麼辦咧 來 秋節的時尊 蒜蒜污絕對能滿足你對蒜頭的渴望 這也是我近期最喜歡的好東西啊 蒜蒜污使用台灣雲林產新鮮大蒜 濃郁蒜香不含防腐劑 擠開即時不沾手好方便 利用油風潤方式 將蒜頭濃郁且溫和的香氣保留在裡面 也就是說呢 哪怕你今天只是滴一點蒜油 也能讓料理充滿蒜味喔 所以這整罐都是滿滿蒜頭的精華啊 喜歡吃辣的朋友還有麻辣蒜醬可以選擇喔 其實最吸引我的是這一點 手不會沾到蒜頭味 每次做菜手一定會沾到蒜頭味 簡單隨洗洗不掉 得用點洗完精還是洗手乳搓洗 如果沒洗喔 出門約會是一場災難啊 女朋友的手都不敢跟你牽 而且有時候買宵夜回來 譬如說滷味 覺得味道不夠重想來點蒜頭 那不想動刀動砧板 還不想洗手 欸這個時候來一匙蒜蒜污蒜醬 是不是很方便 平日三餐做菜就可以來一匙 讓料理過程變得簡單輕鬆 不論是平常的草青菜還是想做個醬汁 放一匙蒜醬甚至滴個蒜油 都能讓料理更美味 所以呢今天要做的烤肉醬 就可以用這個蒜醬來做啦 而蒜蒜物也有出這個蒜蒜燒肉醬 這樣我們就有兩種口味可以互相搭配啦 烤肉醬我會用三大風味來組合 每一個類別都扮演重要的角色 第一個是最主要的醬油類 是作為一體的根基 用一般常見普通的醬油即可 我不建議特地去找昂貴的釀造醬油 因為在眾多的複合調味下 反而可惜了 味鈴跟糖都可以補充甜度 但我更推薦味鈴 它可以讓醬油有些許稀釋的效果 蠔油則是用來提鮮 如果不加也無仿 我第一推薦加伍斯特醬 它會讓你的燒烤醬有點BBQ的味道 可以在大型連鎖賣場找得到 如果真的沒有 推了球其次用梅蘋也可以 第二推薦番茄醬 這個最好買 除了香氣 它可以讓你的醬色更鮮豔 如果你剛好有番茄糊也可以放 但記得用量減半 作為調和的水分 第一首選當然是米酒囉 可以增加香氣 又不左右主要的風味 第二個風味是作為新香料的洋蔥 薑 蒜 洋蔥作為甜味的來源 而薑會起到點亮整體味道的效果 最主要的靈魂當然還是大蒜啦 當然我說過今天不剝蒜頭啦 我們用蒜蒜污的蒜醬來做 而第三個風味是我個人最喜歡的水果 我最推薦加鳳梨 因為它產機特別長 而且醃肉的效果很好 再來是我一定會加的蘋果 它一樣可以帶來酸甜風味 重點是買最便宜的就很好的效果 最後我會來點柑橘汁 這邊用的是金橘 因為我私信封買了一整罐 現在可是金橘富翁呢 旁邊那是鮭魚卵不用理它 我會額外加點肉桂粉提香 用五香粉也可以 但是它味道比較重要放少一點 看起來材料很多喔 但其實就是醬油 辛香料 水果 這三大風味而已 材料全部以公克數來計算 建議先加蠔油 它比較濃稠啊 我們只需要10公克就好 用來提鮮不要全冰多煮 蠔油倒完容器放回去要歸零 用其他液體把殘留的蠔油洗乾淨 好了液體類的調味料 全部倒在一起就好 番茄醬另外秤 糖也單獨放 推薦用冰糖喔 至於米酒就額外到不要混在一起 它還有其他重要的工作 搬出你的食物調理機 醬油類的液體先下去 洋蔥半顆 大致切塊就好 蒜頭 等一下 它有點忘記有杏成的蒜醬了 這個下去也不要浪費 殺鳳梨 自己殺很麻煩 可以請攤主代笑 先把頭尾去掉 平貼著果皮 一面平行移動往前滾 這樣就可以一次取下一整片果皮啦 頭尾再修一下就好 縱向堆開 取四分之一份 一樣大致切塊就好 冰果去頭尾 削皮 縱向開兩刀 去蒂 轉過來 一刀下去 好啦 水果冬下去啦 別忘了來點薑喔 3公克就好 蓋上蓋子 打碎吧 如果你沒有大型的調理機 用手持攪拌半的小切碎盆 分披打也可以 取一個不鏽鋼鍋加熱後下番茄醬 我們先在鋼鍋內把番茄醬炒熟香氣 炒到這樣子微乾 香氣就會進一步濃縮 再把打碎的食材全部倒下去 冰糖也下去 肉桂粉來一點就要 欸 幹什麼啊 可惡 忘記這一關是糖蓋設計被贏了 米酒留著就是拿來洗切碎盆的殘渣啦 這樣就不會浪費了 一次不要倒太多喔 包括剛剛的番茄醬也一併洗下去 剩下的懸道搖一搖 好啦 乾淨溜溜 接下來煮大約15分鐘 讓味道進一步混合濃縮 以往我們煮其他醬料 都是切塊在熬煮 那為什麼這次烤肉醬要切碎呢 當然第一主要是讓味道快速釋放 第二 可以讓醬汁帶點懸浮顆粒 煮到像這樣 液體表面明顯變少許多 拿一個乾淨的濾網鍋篩 記得濾網的孔徑不要太大喔 像這樣不斷的攪拌 不斷的篩 顆粒較大的大多是鳳梨或洋蔥 這樣就能在醬汁裡面留下 比較細的懸浮顆粒 這會有助於醬汁沾附在食材表面 如果顆粒太粗 燒烤的過程就比較不容易收乾 也較不容易產生香氣 嗯 差不多這樣子 沒辦法再篩了 這樣得到醬汁的質地大概像這樣子 已經有些許的濃稠度了 不過呢 再濃稠一點會更好 這時就要額外添加一點澱粉來蒸稠了 先放回爐台加熱 來 這個時候 筋 橘 汁 就可以進來了 大概20到30公克 一個人喜好 這要在最後下喔 如果放前面一起熬住 那香氣很快就跑掉了 片粒粉 就是俗稱的日本大白粉 不用太多 大約5公克就好了 再堆上等量的水 在醬汁微滾的時候關火勾芡 再開小火煮到微滾就可以關火了 好啦 可里斯特製的水果烤肉醬就完成了 這等的濃稠度才完美啊 這樣就更容易刷在肉上面了 放在密封盒冷藏保存 盡可能在兩週內用完 教你們開夜市的烤雞腿 準備這種帶腿排的整隻雞腿 這得到傳統市場或專門的雞肉行才有 而這種帶腿排的整隻雞腿 在業界的行話代號是T 像我買的這個就是T6 也就是整隻大約在6兩左右 是一般夜市烤雞腿常用的規格 這也是熱心的雞肉行老闆推薦我的 剛好他也是我的忠實觀眾 巧了 這比之前的去腿雞骨 來而不是 去骨雞腿簡單多了 腿排的部分不用去 這可以讓整隻雞腿形狀更完整 賣相更好 還可以賣更貴啊 你拿到的雞腿不管是左腿或右腿 我們都從弧度的內側開始下刀 從磅腿的末端 用刀尖探索最貼近骨頭的地方刺下去 稍微施力用刀劍面貼著骨頭前進 靠近關節會有一些軟骨組織 不用怕 切過去 過了關節馬上向下彎貼著大腿骨 關節附近比較多軟骨跟筋 把它劃開 肉就可以彈更開了 磅腿處肌肉紋理都是縱向 劃一刀便可輕易肩骨 大腿處的紋理就顯得中橫交錯 所以我們改用水平方向切入 平貼著大腿骨越過關節 到了小腿也就是磅腿的部分 改用垂直下刀 一樣關節處的軟骨跟筋記得劃開 翻過來整理一下 把多餘的皮割掉 好啦 這就是你熟悉的烤雞腿的形狀了 而對稱的另一隻腿也是一樣 從內側腳踝處下刀 外側你要從哪一邊進行都可以 但是記得刀的關節跟大腿骨 刀刃就要放平一點 內側金花段 外側也花段 割雞皮 好啦 看吧 是不是比去腿雞骨簡單多了 拿出剛剛的烤肉醬調點醃料 這麼濃稠的醬汁不適合醃肉 滲透性會比較差 而且太浪費了 所以我們得加點醬油跟米酒稀釋一下 還有別忘了拍點大蒜 或者來此蒜醬也行 一次不要倒太多 油下往上翻起來 仔細的翻均勻 覺得太乾 醬太少再補就好 用滋製的烤肉醬調成醃料 味道自然是最好 但你如果怕醬不夠 或者覺得太奢侈的話呢 用簡單的醬油糖米酒也可以醃啊 記得放大蒜喔 撕一沾保鮮膜蓋上 貼好 放便箱醃4個小時就可以用啦 準備插手串肉 用兩隻比較牢靠 肉多的內面串一隻 插到腿排就牢靠啦 沿著骨頭旁邊也插一隻 好啦 看起來有那沒一回事啊 那個夜市賣的貴貴的烤雞腿 就是這樣串的 我家附近還賣到90呢 身為一個梅花肉的忠實愛好者 沒錯 我又買梅花肉了 雖然五四灘土它筋比較多的那部分啦 當然老闆不可能只把好的賣給你 那瘦的誰要買 今天燒烤我主要用左邊筋比較多的部分 大概分成三等份吧 下刀 我們得把肉塑形比較好切 仔細的捲緊 頭尾扭緊滾一滾 放進冷凍貨冰一到兩個小時 檢查看看 嗯 達到熟悉的硬度了 切稍微厚一點 可以多於0.5不要倒一公分就好 接下來 拿出剛剛的鳳梨 取出鳳梨心 鳳梨心含有大量的酵素 對於軟化肉質非常有幫助 很多餐廳都會用這個鹽肉 甚至用果皮也可以 大致切斷 拍碎 丟進肉裡面 倒入剛剛調的醃料 拌一拌 拌均勻 讓鳳梨 醃料還有肉充分混合 蓋上保鮮膜貼好 大概一個小時就有效果了 你要放隔夜也可以 這次我用牛肉來做蔥肉捲 不然每次都包豬肉或培根多美意思啊 洗蔥要確實分開把泥土洗乾淨喔 還沒到月底別急著吃土啊 洗蔥最好在備料的第一步驟就做 因為還得需要時間晾乾 頭尾去掉 先切蔥白 蔥白另外放 再切蔥綠 這蔥段的長度 大概跟你肉片的寬度差不多就好 好了 以前在宜蘭的夜市吃過蔥肉捲 那個蔥多到跟不用錢一樣 所以我這次也要突破極限 包超多蔥在裡面 要特別注意蔥白比較紮實 所以建議包個兩隻就好 至於蔥綠就大把下囉 稍微壓一下 拿夾子把肉鏟起來 捲過去 捲兩捲排好 中間切一刀 哇 滿滿的蔥啊 而且這個長度的蔥段比較好入口 太長肯定是咬不動的 好啦 牛肉 蔥肉捲完成 唉 今年懶得生火了 所以在雪果購物買了一個吃瓦斯罐的燒烤爐 以後就這樣懶下去吧 把串好醃好的肉 還有烤肉醬都拿出來 準備一小碟食用油 我認為中秋節烤肉把這三樣搞好就很厲害了 以後學妹每年中秋節都想到你 工具人做好做滿 往家沒放食材之前先上一層油 很多燒烤店會直接給你一塊豬油 這就等同養鍋的作用啦 讓肉比較不會那麼快沾 雞腿你要從皮或肉面先烤都沒差 因為肉內面有骨頭 接觸面積比較少 所以不太會沾 我是比較習慣皮先下啦 這樣皮會烤得比較平整完整一些 這對雞排王來說很重要呢 整隻帶骨雞腿要烤到熟真的很費時間 我旁邊放一個即時氣功參考 每一面不要烤太久 畢竟接觸點有落差 有些地方會特別焦 而且還要注意骨頭的血水有沒有收乾喔 看吧 先烤皮形狀就比較完整 從最後的地方擦下去測溫度 嗯 已經很熟了 開始刷醬 兩面都仔細刷上 因為我們的烤肉醬有糖分又有澱粉 包覆在外面還有一些保護的作用 再把醬汁收乾烤出香氣就行了 嗯 真香啊 好啦 從生的烤到好 大約花了20分鐘 僅供參考啦 專業的燒烤師傅或許會更快 但是也不能每一隻都烤這麼久啊 這樣學妹明年就不找你了 所以有些做生意的會這樣子 在備料的時候就把肉先烤熟 這樣你就知道為什麼攤位上的雞腿 看起來都是熟的吧 到現場再上爐台烤一下 還是得用燒烤的方式把油脂逼出來才會香啊 然後一樣再刷上醬汁 兩面刷好刷滿 把醬汁烤得焦香恰恰 好啦 其實不說你也看不出來哪一隻是偷跑過了吧 但說真的還是生的現烤比較好吃啦 各位自己取捨囉 不好意思可以抱他們頭喔 來了 最大的都處理完了 可以下這些小東西的 櫛瓜是助理在冰箱翻到的 我最期待的這個 肉片 烤肉果然還是要烤肉片才有氣氛啊 牛肉蔥卷跟櫛瓜 我們做原味就好吧 撒個海鹽 感受一下蔥的原汁原味 肉片兩面乾了就可以刷醬囉 哇塞 這種焦焦香香的才叫烤肉啊 牛肉捲的側邊也稍微烤一下 肉片好了 是不是少點什麼 吐司啦 烤肉當然要夾著吐司吃啊 稍微烤一下 牛肉蔥卷好了 櫛瓜也好了 哎唷 笑笑笑 來一片生菜消除罪孽 肉片放進來 夾起來 來 每次烤肉是不是都是一邊等肉 一邊吃吐司呢 這也是跟親友團聚烤肉的樂趣之一 還不是因為烤太慢餓了 蔥肉捲的狀態很不錯呢 牛肉烤熟後會緊縮 把蔥捲得更扎實 這應該可以媲美羅洞夜市的蔥肉串吧 把全部的肉片都烤一烤吧 這下鄰居肯定要抗議了 現在又不是中秋節烤什麼肉啊 好了 這就是我特製的水果風味烤肉醬 做菜這麼久 還是第一次不用自己剝蒜頭 真的很方便 如果你真的沒時間煮的話 還有蒜蒜污的燒肉醬喔 這下你們知道帶骨雞腿多難烤了吧 其實要省時間 用去骨雞腿串一串也是可以啦 烤肉嘛 大家開心就好啊 重點是你烤給大家開心啊 但是我後來不知道為什麼又看了 見人就是矯情 裝模作樣地勾引皇上 娘娘不要生氣 當心身子啊